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都能看到 如何把女友拍得多么多么漂亮 从来没有为广大男性同胞们 磨取过福利 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何把你的男友拍得非常的文艺 拍得非常非常的装插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你首先有一个男朋友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男朋友的颜值要非常的高 那如果这两者 至少第二者如果你不具备的话呢 那你就要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了 一切都要看自己了 那我们今天待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Grand Island 温哥华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啊 非常多的人这里面呢 非常多色彩的地方可以去拍摄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发挥的地方也比较多 那我们开始拍摄 那么其实呢 它这个有很多种拍摄方法 那色彩鲜明背景色彩鲜明是其中的一种 就是说你的这个背景呢 要比较简单 然后颜色呢又比较亮一点 这个呢暗红色呢其实还好 但是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如果能找到黄色蓝色绿色的背景 我觉得都不错 那随着这个阳光 它是从鞋面过来的话 如果你摆出一个类似这样的pose啊 就会显得你非常的man 然后又不识这种颜色的这种趣味 那又man又情趣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喜欢呢 你不就可以把你的男友拍得非常的美吗 那这边刚才有人在唱歌啊 我觉得如果说男朋友非常有才的话 喜欢唱歌的话 可以在这边唱一下 你给他拍一下 我觉得不需要傲造型 秒杀一切造型 那么我相信啊 很多男生希望自己可以很高大威猛 那女生更希望自己的男人非常的高大威猛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拍一些让男人非常高大 让女生崇拜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种情况呢 非常的好办 今天天气这么好 就是蓝天啊蓝天白云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它正好有这样的这样长凳啊 你呢可以站在这个长凳上面 然后拍摄的角度呢 可以从下向上 这样拍出你非常 非常销魂的那种高大啊 然后这个阳光打在脸上 有的时候会打在猴杰上 那种阴影和这个阳光的地方啊 能显示出你男人的那种power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除了一种色彩鲜艳 除了色彩鲜艳的这个墙 那些刷身好大呀 色彩鲜艳的墙以外呢 大家还可以选一些这个背景 非常有趣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这个 停车场边上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love 然后上面有一些一些字吧 这样的话拍上去 就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拍的时候 从正面拍 也可以从侧面拍 像是第二个角度 再去讲这个东西一样 你看非常多的人在这儿 停了车之后 就在这儿开始拍照了 那么你们出去撞了一圈之后呢 肯定要回到这个室内嘛 比如说咖啡店这样的地方 非常的文艺清新 那你可以体验出 你男友的另外一面 比如说你可以order一些咖啡啊 然后order一些donuts啊 这样的道具 如果自己本身有一个 复古的胶片相机 或者是样子比较好看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们可以呢 就是跟咖啡合影 或者跟他身边比较 比方像这里面这个天天圈 你可以跟他去合影 然后呢就是说 也可以拿着donuts 可以搞笑拍一拍 另外呢 男人这个认真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当你当男人摆弄相机的时候 给他拍一张 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机器的东西 就是比较机械感强的 那这样的话呢 能凸显出男人的那种雄性的那种感觉 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关于如何把你男朋友装插 伪文艺的这个感觉拍出来 那希望大家呢 还是要多多练习 没有一个帅气颜值爆棚男朋友 那就多多锻炼你们的技术 毕竟颜值爆棚的男人还是少数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重外表 我就更多的是在一起的感觉 那么你经常出去练习拍照 一定会拍得非常的好看 好吧 如果有什么意见呢 大家留言给我们 那就这样 拜拜